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琼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部科幻末日剧《末日之旅》 人类总是在挑战大自然,总是在犯错 有些错能够弥补,可有些错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2015年,两名博士来到了一座大山中 而他们寿命于国防部和疾困中心 来到这里执行任务 原来他们发现了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竟然可以治愈任何疾病 于是李尔博士找到了被关押在深山中的感染者 然而范林博士太大意了 靠近感染者后,直接被袭击了 虽然他们开枪,干掉了那个感染者 但范林博士显然活不成了 可没有想到范林博士最后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李尔博士眼前 连伤口都没有了 就在此时,他竟然开始吐血 原来是牙齿开始脱落 由此拉开了一切的帷幕 就这样,诺亚计划诞生了 诺亚计划的本意是为了治愈疾病 且其他国家有严重的停留感传播 一旦传入美国本土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李尔博士一直在研究 男主姓名特工专门负责 帮诺亚计划寻找合适的实验对象 而这些实验对象都是那些被判了死刑的 要么参加实验有一定的几率活下来 要么直接被枪毙 大多数的人还是选择参加 而现在主导实验的是女主和李尔博士 那么范妮呢? 原来现在的范妮已经变成了能不能鬼不鬼的模样 或者说那些来到这里的实验对象 最后都变成了这样 虽然身体的疾病是治好了 可以变成了可怕的吸血怪物 而这些年被带到这里的死刑犯 被注射的病毒都是从范妮身上提取的 这些被吸射的病毒 让实验对象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健康期 副作用也越来越小 现在他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调整配方 还要在不同的年龄段进行测试 因为病毒首先攻击神经人 越年轻神经人越多 衰退的也越不明显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儿童来参与测试 虽然很多人都反对 但女主最重还是同意了 他让克拉克去寻找一个孩子 不能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艾米的妈妈因为吸毒过量而死 而她是最适合的人选 男主和另外一名特工准备将她带走 可惜艾米发现了不对劲想要逃走 虽然两人最后抓到了艾米 但还是被一些人给看到了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更改路线 男主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因为一次一晚 他的女儿被凶犯给害死了 这也导致了夫妻感情破裂 虽然男主最后干掉了那个凶手 但孩子却再也活不过来 所以看到艾米以后 男主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他似乎也知道被带到那边的人 结果不会太好 最终他答应了同伴带着艾米逃走了 逃完的过程中 男主还中枪了 最后他只能寻求前妻和另外一名好友的帮助 可惜只要在美国国土上 他就逃不掉 最终男主和艾米都被抓了 至于另外一名死刑犯黑人小哥 被带到了这里 他有一些害怕 甚至还做了很奇怪的梦 梦中 范妮和另外一个女人出现在眼前 范妮让黑人小哥转告里尔博士 你已经改变了世界 你只要等着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行了 此时在实验室里面 一名做事的清洁工 经常挑衅肖娜 还经常随心下了一段话 最后直接被肖娜 花一封把吸干了全身的血液 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大家一直觉得香娜需要安乐死人 可在执行的过程中 克拉克却按下了停止按钮 当初香娜来到这里的时候 还差点被其他的士兵侵犯 克拉克看到后并阻止了 甚至在了解的过程中 他还知道香娜为什么要杀死继父和圣母 因为继父就是个畜生 而且圣母一直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克拉克觉得香娜是一个可怜人 至于被带到基地的艾米 一直不肯配合他想要见男主 所以男主再次被带到了这里 小姑娘也和那名黑人小哥成为了朋友 黑人小哥一开始的情况非常的好 甚至多年物浴的玩具都被治好了 他还给艾米传指条表示没事的 可最后他也开始吐血 嘴巴里面的牙齿全部脱落 更是在梦中平凡看到了范莲和肖娜 黑人小哥还提醒男主 被这么一提醒男主警惕性大声 最后偷偷潜入到势必区域 看到了被关在这里的实验对象 这些都是男主带来的 没有想到竟然都变成了这样 鲤尔博士也向男主透露了事情 显然他们的研究不怎么顺利 男主也知道如果不逃出这里 艾米最后的结局也不会太好 所以向他们申请 那艾米可以在户外活动 这样他们至少可以观察周围的地形 只是没有想到其中一名士兵被影响了 甚至开始在实验基地这边疯狂设计 而黑人小哥的情况也越来越糟 士兵更是摧毁了电力系统 男主冒险去见了那名士兵 本来想要劝详对方 甚至还表示自己也知道实验基地的情况 可这名士兵最后竟然被克拉克给枪击毙了 也因为10名士兵 国防部的副局长都被派来这里接管项目 毕竟这个项目可是投资了几十亿 但女主还是主张关闭这个实验基地 而另外一名同事却说 他觉得有办法可以控制这些实验体 副局长听得很感兴趣 因为他想要将这些实验体当作特殊武器 女主非常不解 之前不是说 主要是我的治愈流感以及其他的疾病吗 现在怎么和军事挂钩呢 副局长显然不会和他解释太多 意识到这个项目已经变味了 女主准备来男主带着艾米逃出这里 而另外一名博士准备测试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觉得自己可以用新电链接控制这些实验体 原以为成功了 可最后他才发现 不是你控制了他们 而是他们控制了你 最后那名博士直接被咬死 然后实验体逃得出来 也正巧遇到了准备逃离这里的男主和艾米 还是艾米的尖叫声吓吓的对方 这时候我才知道注射的病毒的实验体 都有一些特殊能力 放宁他们能够入侵到别人的大脑 和能对话 而艾米的能力似乎更不一般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实验体逃走了 艾米醒来后表示 我可以感到他们在哪里 在艾米的帮助下 他们一路狂追 最后找到了逃走的实验体 而头中那些被咬伤的人 最后全部被感染 发生病疫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射杀 好在最后干掉了那个逃走的实验体 本来女主和里尔博士 已经准备终止这个项目 将这些实验体 全部用直外线杀死 可艾米似乎痛苦不已 原来从放宁身上提取的病毒 注入到其他的实验体体内 这些实验体有点类似于二代 初代一旦死了 他们也会死 无奈之下 不是他们只能暂时停下 现在女主他们要做的就是 找到血清 至少治好艾米 然后在实验基地这边 只要是个人 都会被放宁他们入侵大脑 最初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这是做梦 可后来他们才发现 放宁的脑部活动 非常的活跃 而且只要感染病毒都是这样的 就像肖娜 因为克拉克曾经救过他 所以经常和克拉克对话 而黑人小哥也经常找艾米 他们准备圈缩艾米 加入他门 至于被吹的男主和前妻 被抓起来准备灭孔 但男主显然招惊的一场 最后奋起反杀 而我一直以为 博士他们去找这种 可以治愈任何疾病的药物 伤害的全人类 最后才发现 原来里尔博士的妻子 患有二支海默症 她为了治好妻子 一直在研究 而范林博士和里尔博士的妻子 关系也很不一般 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 只是没有想到最后会发展成这样 而妻子被注射病毒后 虽然慢慢恢复了 可也出现了其他实验体一样的情况 范林也不止一次来到她的梦中 不过因为女主和里尔博士 迟迟没有拿出成果 所以副局长准备将这里的人全部撤离 由她的人接管 甚至还将安全密码全部换了 这样女主她们就没有权限巨蓝 但男主和克拉克显然不会就这样放弃 如果说之前 她们只是听从命令 那么现在她们已经准备炸毁这里 将艾米给带走 甚至不惜劫持的副局长 现在女主必须尽快把血清给营救出来 因为艾米此戏开始慢慢陷入到昏迷中 另一边 克拉克发现安全密码全部被改了 让副局长交出密码 可副局长说 不是她设置的 是另外一名安全顾问弄的 可这个安全顾问根本不存在 因为这个安全顾问只是里面的一个实验体 她露清了副局长的脑子 现在就很尴尬 没有安全密码 很多的权限她们都弄不了 更让她们没有想到的是 另外一名宝洁也被影响了 竟然在女主她们研究出血清的时候 将外面的门给全部关闭 然后将范林她们放了出来 而艾米也一直被范林影响 只要艾米穿过这个隧道 她就会变得和她们一样 可半路上艾米就犹豫了 她想到了去世的妈妈 想到了一直照顾自己的男主 最终她回头了 克服了范林的诱惑 然后现在更大的问题出现了 这些怪物冲出来后 那世界或许将会灭亡 更糟糕的是 因为没有安全密码 电梯什么的都无法正常使用 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启定力 可这样做的话 那些实验体都会逃出来 男主的前妻还被咬伤了 得亏有血清 不然前妻就完蛋 至于女主还被困在地下实验室 香娜来找她 两人同时都喜欢克拉克 可女主怎么可能争得过香娜呢 好在男主及时赶到 救下了女主 可现在他们被范林堵出的去路 唯一能帮助男主他们的救艾米 范林继续说服艾米加入他们 但黑人小哥却说你不管做什么 只要你自己觉得对就行了 最终他按下了摧毁实验基地的按钮 最终男主逃得出来 可女主却死了 原来为这些实验体全部被炸死了 拿料他们从地下爬得出来 现在真的是玩毒子了 男主和前妻带着艾米逃走了 而克拉克留下来断货 可惜这些实验体的战斗力太强了 克拉克直接被打打在地 香娜找到了她 想让克拉克加入他们 但克拉克不同意 而尼尔博士最终也活得下来 就这样30天过去了 那些逃走的实验体 都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 然后灾难在各地开始爆发 男主和前妻以及艾米逃得起来 他们现在手上有血亲 可疾控中心一直没有联系他们 尼尔博士想挽回一切 可现在没有血液样本以及各种数据 研究出血亲 他何容易 时不时范林还会出现干扰他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最初重伤的克拉克 尼尔博士甚至还为肖娜提供食物 为什么她可以不具阳光 可以吃普通的食物 影片中并未提及 但是她活下来 想要和肖娜有关系 肖娜不想继续躲下去了 她想离开 至于男主留下来照顾艾米 教授她各种生存技能 而前妻觉得自己的体内有抗体 或许能够拯救世界 所以她准备去疾控中心 然而范林不会就这样放过艾米的 因为她很恐惧艾米 或许艾米和其他的感染者都不一样 范林袭击了男主周围的邻居 男主为了保护艾米自己也被摇伤了 艾米为了不让男主被摇伤的事情暴露 不惜干掉了在场的另外两名邻居 然后给男主注射了血清离开了这里 而其他国家显然也意识到美国之边爆发了可怕的病毒 迟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所以准备对美国发起攻击 一幻眼97年过去了 曾经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艾米还是原本的样子没有长大 但她一直在猎杀那些感染者 此时城市内有一堵高墙 里面有仅存的人类 未来会如何没有人知道 而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体来说这部剧拍得很不错 可惜没有第二季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